白髮人送黑髮人 黄小萱的母亲平常担任清洁工 一个人要接六份工作养家 生活不好过 是慈祭长期关怀的对象 但女儿重伤以后 妈妈捐出了慰问金给其他伤患家属 令人相当感动 慈祭之工声声佛号 黄小萱的最后一程充满祝福 她的弟弟凝视着灵堂 还没接受姐姐已经不在了 而她的妈妈黄美才 面容哀妻却不敢流泪 只希望女儿能放心地走 黄小萱生前 为了实现当美容师的梦想 同时间饮料店和加油站两份工作 在亲友的眼中 是个独立懂事的孩子 日子过了辛苦 想和同学到派对放松却遭遇意外 她从以前就讲她自己读书 然后她也要自己赚 要自己负担 然后像她这样休息的时候 妈妈也会带她去她工作的地方 帮她打扫 小萱的妈妈身兼多份清洁工作 她大陆的先生过世后 带着黄小萱到台湾 改嫁给大她35岁的荣民 想不到第二任先生也相继往生 她只好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家境清寒是慈祭之工 长期关怀的对象 每次她都在树下 就吃着那个白饭也没配什么菜 就是一碗很大碗的白饭 主动跟我讲说那她也要捐慈祭这样 六年来小萱妈妈最大的依靠 是一路陪伴她的慈祭之工 于是她发愿缴公德款 当环保志工传递爱的能量 这次的意外她甚至婉拒大部分的救济金 建议转交其他受难者 她用小萱的名字捐出来 她说她为小萱做一点事 在台湾她得到很多的关爱 她也希望能够做一点点事情 来报答这个社会 原本她也想捐出女儿的器官 但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未能如愿以爱人间 面对无偿 黄美才却展现如此大爱 令人感动 大爱新闻万中文林家会 台北报道